我们来看到这个特斯拉啊 大概就是他是他的两倍左右 他是他的将近五倍 还没有啊 看一下 波音 RIOT 这个大家要注意观察一下 没有见过这只股票啊 但是他现在的比例是很不正常了 MESI Walmart MRNM Moderna 这个也是很不从比例的 119比31啊 CBS114比53 Target72比39 目前来讲还是他的变化比较大 他的变化比较大 加仓了 这个是46% 加的很厉害 这个要严重的这个关切一下 啊 这是奇异啊 但是他这个点呢 是17号 也是昨天下午 美东时间4点15分啊 更新的 那我们还能看 还来看一个这个还没有平仓的 TopOpenIn TopOpenIn 现在是APA APA这些公司 APA 他最多还没有平仓了啊 他最多还没有平仓了啊 并不是G1了吗 G1也是 G1加了那么多 但他加了6万6万多啊 在OpenIn呢 G1 还是G1的这个传统的墙啊 牛 那这个明显是一个对冲啊 这是一个PUT APA 上面一个扣鞋 上面一个PUT 好了 我们再来看回味回味制药 加2万多啊 2万多张 GOLD 加了1万8张啊 26块 26块的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 131块钱加了1万多张啊 这个位置 在 ACB 大马股啊 我们来看 目前来讲 那如果投的话还是投GE吧 如果今天非要投一个的话啊 GM是PUT的啊 GM昨天是PUT 但GM今天很强 啊 那这个PUT肯定亏钱了 这是啦 这是啦 肯定这个赚到钱了 PLTR RESPARGO 还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PUT最多的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 PFE这个获利兑现的跑了 苹果 苹果也减长了PUT 那个应该是一个比例吧 但是做多的还是还是比他做做空的这个要多很多啊 波音波音也是哎还有一个做空的那这个这个也会就迟到一些钱最近了 啊 VFF是我一个群友特别关注的 上次有一个扩登 他也这个跑掉了一些啊 4000 4000多跑掉了这个原本1万多吗 跑掉了一些 嗯 这个视频呢还还来附送一下看现在实时的交易 GM哇三个扩突然 那么不来啊 一来就来三个扩 YY YY今天是跌了很多啊 YY跌了22% 是不是一个公司的假账还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留个关注啊 YY观察一下 那这视频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